台湾意外炸开一条古墓 出土石碑,颠覆明石 专家称,正常工可以明目了 1959年 金门岛上的工人在施工 意外地挖出一座古墓 后来考古表明 整个古墓长250厘米 宽140厘米 墓碑高120厘米 露出地面20余厘米 是极为普通的飞墓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在这个小古墓里却有惊人的发现 尤其碑墓上的十个字 直接颠覆了历史 揭开了一段谜案 为此,甚至一些学者不客气地指出 正常工不容被污蔑 这一股墓和正常工有什么关系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作为明清之家的风云人物 正常工一生充满了传奇 更是一名让人敬佩的民族英雄 虽然 正常工抗清不算成功 也有一定的私心 但正常工的确是一个值得后人敬仰的大英雄 然而从史书上来看 正常工却是一个大大的污点 犯上作乱 杀了担任监国一职的卢王朱以海 想要了解事情的真相 我们还要从1942年 清军大破 眼周说起 当时 朱以海的哥哥被逼自杀身亡 朱以海则是躲在死人堆里 才能得以逃出生天 后来他跑到江浙一带 此地的人们反经运动 进行的正式激烈之事 这时 需要拥戴一位代理皇帝 暂行皇帝之职 而放眼江浙一带的皇亲宗亲们 他们死的死逃的逃 投降的投降 唯一还像点样子的 就上下朱以海了 于是 他毫不意外地被立为代理皇帝 不过 在朱以海出任皇帝之前 朱远征的另一个皇孙 朱玉健 已经在福建地区被拥立为 龙武帝 一国不可有二主 由于在反清的大时代背景下 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 皇室内部权力争夺战 双方居然发生了 护展来时的流血事件 后来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龙武帝被清军俘虏 而朱以海在清军势力的压迫之下 不得已逃到了福建地区 他在此地受到龙武帝下属的欢迎 一下为其增长了不少势力 在这种情况下 朱以海重燃起了 收复大号山河的雄心壮志 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收复江南地区 经过一年的奋战之后 他也确实收复了江南 多个被清军占领的地区 革命形势一片大号 然而就在此时 朱以海带领的南宁小朝廷 却发生了内讧 导致军队战斗力直线下降 要说乌漏偏逢连夜雨 此时清廷又派出很多精兵强将 镇压以朱以海为首的反清势力 在如此高压的情况之下 朱以海根本无法抵挡 后来以失败草草收场 其实当清军强势压境时 朱以海还有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那就是郑成功所带领的军队 不过这支军队只忠于龙武帝 而作为龙武帝死对的的朱以海 自然也成为了郑成功的对手 在这种情况之下 朱以海根本就调动不了 郑成功所带领的军队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朱以海对郑成功尤为嫉恨 而郑成功心里则想着 当初清军压境时 朱以海不是想着联合卢武帝 共同对抗敌人 而是要和他一争高下 所以在这种危机关头 他自然也不会去选择帮助朱以海 由此二人之间产生了许多的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 朱以海想要寻求正成功的帮助 简直是痴人说梦 伴随清军的强力压制 以朱以海为首的南明小朝廷 逐渐突显出日薄西山之势 他们先是逃到浙江临海县一带 后来又占据舟山群岛 想要再次保存实力 以土踏日能够重新振兴大明 虽然理想很丰满 但是事实却是 清军不断地对其进行攻击 朱以海最后被打得无处躲脏 只好跑到厦门投靠正成功 前面已经交代过 二人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不过 当看到逃奔而来的朱以海时 正成功度了恻隐之心 虽然当时他和龙武帝争夺皇位之事非常不明智 但他毕竟是仅存的皇室血脉 于是正成功不计前嫌地收留了他 然而 就是正成功的意识心软 才导致自己背负了三百年的黑国 根据清朝修定的明史记载 正成功刚见到朱以海的时候 对其颇为恭敬 时间长了就有些怠慢之意 朱以海内心肺脉不平便想要离开这里 结果被正成功扔进了海里 曾经的民族英雄 如今成了弑君者 正成功遭到世人的唾弃 正成功临死前 他的父亲被刚刚登基的清帝砍了头 大明朝最后的希望 永利帝也被清廷抓住 自己的儿子又不成器 在这样内外交困的情况下 他觉得自己无言去见逝去的亲人 也无言去面对效忠了一辈子的先帝爷 最后抓破脸面 一命呜呼 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 这句话放之四海 而皆准 我们知道 封建社会一个新王朝出现之后 就会刻意美化自己是天命所归 清朝作为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 他在取缔明朝之后 对明史进行了重修 里面就有大量篡改内容 抹黑是肯定的 可一旦有确凿证据证明 是抹黑就尴尬了 大家都知道 崇祯皇帝自以美山后 明朝作为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灭亡了 但在南方 明朝的遗臣们先后 雍丽宏光 龙武 永利等 并号召天下人 殊死抗清 在明朝所在的满清皇族中 卢王朱以海 成为了一个特殊的存在 一是 在朱以海的一生之中 虽然性格懦弱 却宁死不想满清 二是 被满清大肆抹黑 结果 正成功成了背锅大象 在清朝编写的明史中 关于朱以海的结局是这样的 顺帝三年六月 大兵克绍兴 以海盾入海 九支居金门 吉尔谢 以海不能平 将往南澳 成功使人沉滞海中 如果按照清朝官方的说法 是正成功害死了朱以海 靠谱吗 磨黑的 因为朱以海的穆志明被发现了 1959年8月22日 台湾军队在中国金门岛 旧金城城东 榨山取舌头时 意外发现了一块墓地 考古人员在发掘过程中 发现一块 名为黄明坚果卢王矿志的穆志明 穆志明中 关于朱以海之死的记载非常清楚 陆王素有孝极 人隐 11月13日 中淡而哄 与清朝编修的明史中的记载 差距甚远 为何这么做 一切都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如果这一记载是真的 那么 郑成功犯伤作乱 而且杀的是监国 杀的是明朝宗士 这对标 反清负名的郑成功来说 的确充满讽词 墓碑上的十个字 揭开了朱以海的死亡时间 和死亡原因 时隔三百年后 终于还了郑成功的清白 朱以海的坟墓非常寒酸 无论是墓穴大小还是随葬品 几乎没有什么可谈的 但在坟墓之中 有一块墓碑却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因为上面写的一些文字 在一块长方形的石碑上 清楚地写着 黄明坚国鲁王矿志 八个大字 颠覆历史的是 碑文内容是 王宿有孝集 人隐 十一月十三日 中淡而轰 其他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十个字颠覆了历史 即 人隐 十一月十三日 中淡而轰 朱以海 死于人隐年 公元 1662年 死因是中坛 属于自然死亡 和郑成功 毫无关系 其实朱以海死在郑成功之后 史料表明 郑成功死于 1662年6月23日 如此一来 郑成功又如何 使人沉入海中呢 因此 这一证据有力地 反驳了 青史稿的记载 背了三百年的 黑锅的郑成功 这时才终于 陈渊昭雪 因此专家直接指出 清朝宣传 罗王之死的凶手 是郑成功 这显然是一个冤案 让人一看的是 如今还有人相信 青史稿 清朝一老编写 民国是非禁止 认为郑成功杀了 朱以海 以此来攻击抹黑 郑成功 甚至还有人另发起论 比如 名人高晓松 就公然宣称 郑成功是大倭寇 对此 有专家学者 费弄地指出 以朱以海 木制来看 已经证明了 郑成功的清白 因此 郑成功没有任何的污点 而且 失智不语的反清复明 和击败侵略者的 收复台湾 也说明了 郑成功的伟大 所以 不容被任何中国人污蔑